人家不只是单纯的平地 也能得亚新兴 修行用性 台湾是一个穿梦得完文化的国家 这个文化也清理大家的生活里面 会团国社为了奖化人文 结束比较高优 跟会团兴隆会设计会来合作 时期向后农村推动家会 会胖地胖作业作的课程 在了台湾的基本人体以外 并且占对这个资讯 举杯和红帝顶顶 立即规范进行延似 电影会团国社小小小的地银室 对地银和平家教育 接下来宣布 会团国社小朋友有没有有英文在泡地 将所有地银正式展现出来 会团兴隆会有点要提供行动教育 透过苏建会请你每一个好好 会团兴隆会在今年 就跟会团国社来配合 开办会胖地胖作业作 有专业老师会记得 还是拼地拼地记录 花团农会在花团国小举办 花香茶香作业组的一个成果展 我们现场也邀请了 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看到也有现场 也有阿公阿嬷来的 就是要来喝一杯我们 孙子孩子泡的好茶 为什么会农会会在花团国小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作业组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农业人口其实是呈现老化的一个状况 农业的传承需要我们的下一代来承接 那最好的种子 就是从我们的国小的血统开始培养系 所以花团农会试着在乡内的各个国小 来推不同主题的一个作业组 包括今天的花香茶香作业组 因为我们都知道茉莉花在花团 其实有五六十年的一个历史 那它最大的用途当然是做熏茶 那我们把这个传统的工艺 也想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来到花团国小 把这个茶艺方面的 茶艺花艺方面的这个相关知识 来教授给这些孩子们 希望这些孩子未来都是我们在地农产 这些相关知识 农业相关知识的一个传承者 所以今天来到花团国小 来推广这样的一个课程 会堂国小校长表示 会堂是过来没得会上大三地 也是没得会的故乡 这次会堂国小中 第一个跟品质美学结合 由第一个思论品质的美丽 以前代当 以当代前的高和和当 让小朋友可以证心 来保证品的高优 茶艺老师非常有耐心的 引导孩子视察了礼仪 那从一刚开始呢 很陌生到尝试错误 然后之后到熟练 从孩子们的神情愉悦的表情当中 可以看到他们学习的快乐 那一刚开始呢 对于视察感到陌生 那在这部分 他们的性情呢 原本从很浮躁的部分 到熟练之后 慢慢的沉稳他们的心性 那这方面的成长呢 身为师长在旁边看到他们的收获 也感到非常欣慰 事实上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三年来办理 那小朋友的收获都非常多 透过我们也在上课对茶道的追求 还有对我们在地茉莉花茶叶的一些欣赏 跟来交流的方式 来对学生我们在地的产业 我们的茉莉花的产业 还有我们茶香文化的产业 能够得到充分的了解 小朋友收获都非常多 对小朋友来说 还是大家是一个专心的忍悦 透过大家老师的记得 可以了解到过什么就是 茶道学多久了 学了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月哦 嗯 差不多 你也是学一个月 以前在家里会不会泡茶 不会 不会不会哦 就去阿嬷家才会去泡茶 泡茶 但就是阿嬷泡给我 现在你学会了 你可以泡给阿嬷喝的 嗯 这个大家的记得老师表现 台湾台本化世界有名 透过这次的建设客店 可以让大家的向下扎金 我们是配合花坛香荣会 推广在地的茉莉花茶 在花坛国小从小做扎根 那对于台湾茶艺的发展 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在学习当中 学习能够静下心来 好好的品味台湾的特色茶 台湾茶艺的发展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 那我们希望从小来培养这些小朋友 能够喜欢台湾的特色茶 不管是从北部到南部的各色的特色茶 都希望能够积极的推广 让小朋友在家里 能够跟家里的长辈们 一起来享用这样子台湾的好茶 给大国小这次建设客 和平地教育 六十教育成多化的柯定设计 不用小朋友两好评计 当时也让大家的文化 在会团向着金 新中华新闻文 北边林会团 蔡宏博德 给大国把 中华คร评计